聽眾朋友好 您現在收聽的是中國經濟熱點 首先請聽內容提要 美國再將11家中企列為中共軍方控制公司 預計會有更多制裁 顛覆中共金融體系 馬雲旗下螞蟻集團因北京監管層關注 中國上汽集團上半年經利潤銳減39% 疫情導致影院停業 恆電影視上半年虧損超3億 下面請聽詳細內容 美國再將11家中企列為中共軍方控制公司 預計會有更多制裁 週五 美國國防部宣布 依照修訂版1999年《國防授權法》 將11家中企認定為被中共軍方持有或掌控的公司 這種做法被認為是為美方 對這些中共企業施加制裁奠定基礎 美國當局此前曾經將包括華為 海康威視在內的20家中企 劃入中共軍方公司的領域 新的清單被指會編了在美國運營服務 但由中共軍方實際持有或控制的公司企業 包括商業服務公司、製造、生產、出口公司等 相關做法為對這些企業施加制裁奠定了基礎 根據美國之音匯總 本次遭列入中共軍方實控清單的11家企業包括 中國交通建設公司、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 中國聯合網路通信集團有限公司、中國核工程建設總公司、 中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化工集團有限公司、中國化工集團公司、 中化集團有限公司、中國東方紅衛星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建築集團有限公司以及中國三峽集團有限公司 五角大樓指出 川普政府在今年6月向國會公布了首份清單 將準備繼續更新該清單 在適當情況下加入更多實體 今年6月份 包括華為、中國移動、中國電信、海康威視、 中國中車、中航工業等20所中企被列入該份名單 其中華為與海康威視位於美國的實體清單上 被限制與美國企業進行交易 兩所企業被指參與中共在新疆的人權迫害 並和中共軍方合作關係密切 顛覆中共金融體系 馬雲旗下螞蟻集團因北京監管層關注 中國億萬富豪馬雲旗下的螞蟻集團 準備在香港和大陸同時進行首次公開募顧 並將公司業務定位在科技服務 而非金融服務方面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指 螞蟻金服顛覆了中共的金融體系 在中國 任何有手機的人都可以不通過銀行 就可以拿自己的儲蓄進行投資 此外 該公司提供的網路支付服務 在中國擁有大約10億用戶 引起中共金融監管當局的關注 螞蟻集團將公司定位在科技服務領域 中國億萬富豪馬雲控制的螞蟻集團 正準備在香港和中國大陸同時進行首次公開募股 公司估值大約在2,000億至3,000億美元之間 螞蟻集團前身為 浙江螞蟻小微金融服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螞蟻金服 2020年6月22日 公司正式更名 由螞蟻金服改為螞蟻集團 全稱是螞蟻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華爾街日報》8月28日報導 這家即將進行IPO的公司 希望潛在投資者將其視為一家科技公司 而非金融服務公司 英媒 金融服務模式顛覆中共金融體系 儘管如此 螞蟻集團還是受到了 中共金融監管機構的關注 螞蟻集團的移動支付網路支付寶 在中國擁有10億用戶 並且在短短數年內 改變了許多人的消費 借貸 儲蓄和投資方式 《金融時報》8月27日報導指 螞蟻金服正在顛覆中共的金融體系 它使得任何擁有手機的人都無需通過銀行 就可以拿自己的儲蓄進行投資 並在中國的移動支付領域中佔據了主導地位 這是一個金融產品線上超市 讓用戶可以奢購 投資共同基金 還能購買傳統保險公司的保險 去年螞蟻集團實現營收1206億元人民幣 淨利潤為180億元人民幣和26億美元 該公司提交的IPO文件顯示 今年上半年淨利潤超過了這一數字 達到219億元人民幣 2017年 當中共政府的監管機構 開始對該集團在金融體系中發揮的巨大作用感到擔憂時 它開始轉型 從金融服務的直接提供者 轉型成了為其他服務提供大量客戶的平臺 目前 螞蟻集團正試圖將其描繪成銀行的合作夥伴 向銀行提供技術 並幫助長期以來被傳統銀行冷落的客戶獲得貸款 螞蟻集團的初步招股書顯示 在其快速增長的數字金融業務中 在截至6月份的12個月內 約有5億人和超過2000萬家小微企業 通過螞蟻的借貸平臺獲得了信貸 截至6月底 通過螞蟻集團平臺發放的貸款餘額 為人民幣2.15兆元和3120億美元 其中80%為個人貸款 僅有2%的資金來自螞蟻集團的自有資金 其餘資金來自銀行或資產支持證券 該公司表示 其做法是不使用自己的資產負債表 也不提供擔保 《華爾街日報》引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稱 中共央行今年夏天要求部分商業貸款機構 上報網路消費貸款餘額 並明確說明有多少是通過螞蟻集團促成的 該人士看到了這份要求上報資訊的通知 該人士稱 央行詢問了貸款利率 以及壞賬佔貸款總額的百分比 對此 中共央行未雨置評 但中國媒體此前進行過報導 中國問題專家 民企規模一旦壯大 就會引起中共監管和密切關注 除了貸款業務 支付寶還可能面臨更多審視 支付寶是螞蟻集團的支付業務 去年處理了超過人民幣110兆元的交易 並獲得了中共央行發放的支付牌照 知情人士透露 今年早些時候 中共央行一個委員會 要求中國最高反壟斷機構啟動調查 以評估支付寶及其主要競爭對手 騰訊旗下的微信支付 是否利用在數字支付領域的市場優勢地位扼殺競爭 目前還不清楚該反壟斷機關是否計劃發起調查 路透社早前報導了央行的這項建議 中共監管機構此前已經加強了 對螞蟻集團部分業務的監管 幾年前 監管機構指示支付寶及其同行 通過政府擁有的互聯網支付系統 清算所有涉及銀行帳戶的支付交易 監管機構還讓他們將資金轉移到指定的銀行帳戶 這傷害了螞蟻集團這些儲備資金的利息收入 金融監管機構還向螞蟻集團施壓 要求螞蟻集團限制巨型貨幣市場 共同基金餘額保的增長 該基金創建於2013年 目的是給支付寶用戶數字錢包中的閒置現金帶來回報 2018年螞蟻集團與銷售相互保的保險公司的合同終止 相互保是一種提供醫療保障的互助型產品 此前中國監管機構指控這家保險公司 存在誤導性營銷和資訊披露疏失 該產品越來越受追捧 現在擁有一億用戶 目前該產品並不受中國保險法規的約束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中國問題的研究員馬永哲表示 在中國一開始不受監管規模很小的企業 一旦發展壯大 就不可避免的會受到政府的監管和密切關注 中國上汽集團上半年淨利潤銳減39% 在中共病毒疫情的衝擊下 上汽集團上半年淨利潤大幅下降39% 8月27日下午 上汽集團發布2020年中期業績報告 報告期內 上汽集團實現營收2837.4億元 同比下降24.6% 規模淨利潤為83.94億元和12億美元 同比下降39.01% 規模扣非淨利潤為71.76億元 同比下降42.57% 上半年 商汽集團實現整車銷售204.9萬輛 同比下降30.2% 其中 乘用車銷售163萬輛 同比下降35.8% 商用車銷售41.9萬輛 同比增長5% 中共病毒疫情壓制了需求並迫使汽車製造商一度停產 作為中國頭號撤起 上汽集團也受到了嚴重衝擊 彭博報導稱 上汽集團曾在2018年號稱佔據中國汽車市場四分之一 今年上半年的市場佔有力已經縮小到了20%左右 中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的數據顯示 商汽集團旗下主要車企的汽車銷量全面下滑 商汽大眾 商汽通用和商汽通用50 今年上半年銷量同比降幅居於十大車企前列 週四 商汽集團股價收賬4.9% 最新市值2243億元 年內跌幅由此縮小到了20%左右 疫情導致影院停業 恆電影視上半年虧損超3億 中共病毒疫情導致中國各地電影院停止運營 中國影視業損失慘重 上市影視公司恆電影視中期業績報告顯示 上半年虧損超過3億元人民幣 8月28日中國股市收盤後 恆電影視披露的中期業績報告顯示 今年上半年恆電影視實踐營收9812.17萬元 同比下滑92.92%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淨利潤為負3.07億元 去年同期淨利潤約1.73億元 同比游影轉虧 陸媒《見面新聞》8月28日報導 影城在中共病毒蔓延期間停止營業 導致收入大幅減少 成為主要財務數據下滑的主要原因 恆電影視收入來源主要來自電影放映 賣品及廣告收入 但受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疫情影響 全國電影市場整體停擺 恆電影視旗下所有影院 於2020年1月24日起全部暫停營業 自7月20日起才逐步恢復營業 停業期間無新增影院及銀幕 無票房收入 2020年上半年 恆電影視新開直營影院9家 新增銀幕57塊 老影院改造增加銀幕2塊 截至報告期末 公司旗下共擁有459家已開業影院 銀幕2833塊 其中資產連接型影院376家 銀幕2365塊 加盟影院83家 銀幕468塊 2020年上半年 恆電影視實現票房收入 7619.35萬元 同比減少93.82% 其中資產連接型影院票房收入 6343.76萬元 市場份額為3.04% 觀影人次224萬人次 加盟影院票房收入1275.59萬元 市場份額為0.61% 觀影人次37萬人次 8月28日 恆電影視股票下跌1.09% 報收22.6元每股 此前 同以院線為主的萬達電影業績 同樣出現大幅下滑 上半年 萬達電影實現營收19.72億元 同比下滑73.93% 當期虧損15.67億元 此外 金益影視旗下近200家直營影院 及廣州金益珠江電影院線旗下200多家加盟影院 從今年1月24日起全部暫停營業 根據此前發布的業績預告 今年上半年金益影視預計虧損3.1到3.9億元